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顶级的歌剧院演唱 我想感谢联合国梁农组织 给我这个机会参加这次重要的 生物多样性全球议堂 歌剧是一种综合的艺术表现形式 它包含了多种艺术门类 音乐 舞蹈 戏剧 美术等 演员 歌唱家和七月演作家 在戏剧性的表演中 音乐作为人类共通的语言 在戏剧的空脱下呈现出 人类艺术的综合魅力 和谐是任何歌剧的 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各个声部 合唱团和乐器 必须组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音乐作品 管弦乐队为歌唱伴奏 长笛手可能在演奏一个音符 而小笛心手可能在演奏 另外一个音符 但当他们各自的部分 被听到和展现时 就会产生和谐 我了解到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 也意味着和谐 与自然和谐共处 除非我们的生活与自然 重新联系起来并保持平衡 否则国家将无法发展 这就像歌剧中的元素一样 我们既是更大事件的 一个复杂组成部分 又完全依赖于它 这就是非常美的呈现 例如看看蜜蜂 它是保证我们食物生产的 传粉者 树膜是提供我们呼吸的氧气 甚至微生物也可以帮助我们消化 让我来邀请您一起来听一段 我演唱的歌剧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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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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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